哈喽,大家好,我是二话 手撕包菜,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像这样的手撕辣椒,你肯定没见过 今天,用辣椒跟茄子奉向一个非常下饭的做法 做好以后,非常的开胃下饭 保证你能吃上满满的两大碗米饭 接下来,请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来看一看具体的操作过程吧 今天,路过老报的菜园 我们可以看到,辣椒苗上已经硕果累累 每一株上面都结满了辣椒 我们可以看到,茄子苗上的茄子也非常大一个 现在正是茄子和辣椒成熟的季节 我们采摘一点回去,做个非常好吃的下饭菜 采摘回来的茄子和辣椒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在碗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食盐 用手把食盐抓拌均匀 让茄子和辣椒在盐水中泡一泡 经过淡椒水的浸泡,可以泡出里面的小虫子 浸泡五分钟过后,我们用手把茄子先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将它控水捞出 控干水分之后,放入一个不锈干小盆中 剩下的辣椒也把它清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 放入漏筛中控干水分 准备一个蒸锅,我们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再放上蒸垫 接着,把我们刚才清洗干净的茄子放在蒸锅中 扣上锅盖,用大火蒸10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把辣椒来处理一下 放在菜板上,用手把辣椒撕成一片一片 用手撕的辣椒吃起来才会辣味十足 撕完以后,记得一定要把手清洗干净 否则会辣熟哦 辣椒全部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把它装在一个大一点的盘中 接下来,准备几个去了皮的大蒜子 用刀把它们全部拍饼 拍饼之后,不要切碎 直接把它放入小碗中 这样吃起来,蒜香味也会更加的浓郁 现在我们的茄子也已经蒸好了 打开锅盖,用蒸菜夹小心地把它取出来放凉 放凉之后,先把茄子从中间分开 然后再把它撕成小条 茄子经过这样的处理 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一点也不会吸油 特别方便操作 锅烧热,我们往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把刚才处理好的辣椒倒入锅中 开中小火,用锅铲按压 炒出它的香味,也炒出辣味 辣椒在锅中煸炒两分钟后 像视频中这样出现虎皮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把大蒜子加入进来 有条件的也可以加入一点豆豉,炒出香味 炒好以后,倒入茄子调个味 来上少许的食盐 少许的鸡精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提色 再来上一勺蚝油 接着,我们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把所有的调料都炒化开 也让茄子和辣椒充分地入味 茄子和辣椒都是熟的 只要翻炒30秒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着都特别地会有食欲 最后,只要把它装入盘中 就可以开吃了 就这样一道超级下方的青椒炒茄子 我们就已经制造完成了 操作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茄子这样烧出来 可以避免它细油的情况 而且吃起来也非常的入味 你哪天要是做上一道这样的下饭菜 家里面的米饭肯定又不够吃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把我点个赞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